英国婴儿监视器似乎记录下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影响 一只神秘的手臂伸向婴儿床 这个匪夷索斯的情景 发生在英国南约克郡谢菲尔德的威廉·格雷夫的家中 就在2月5日清晨6点50分 威廉·格雷夫检查了他的小儿子Zender的婴儿监视器录像 然后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活动 这是我们第一次安装婴儿监视器 让我们的孩子独自在房间里过夜 我查看录像 却把我们9个月大的儿子睡得安慕 突然我看到一只手臂伸进了婴儿床 仿佛在试图抓起他的奶嘴 一开始我以为是妻子的手 但当她想来查看录像后发现 那条神秘的手臂并没有戴上她的手镯 这个解释很快被排除了 蹊跷的是Zender出生时 我的母亲去世了 如果那是我妈妈 那就太神奇了 也许她在守护着她的后代 吊诡的是 该幽灵似乎具有物理能力 视频中的奶嘴被她抓住后消失了 我从19岁起就住在这所房子里 这并不是第一次在那里经历超自然现象 她不得不忍受这么多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她甚至写了一本名为 《突创你的女士》的书 来讲述这一切 并声称这位女人 已经被四个不同的人见过五次 格雷夫说 当我和我的妻子第一次约会时 她在我家里看到了这位女士 我的兄弟 同事和学校朋友也见过她 他们对她的描述都一模一样 去年五月 我的妈妈因癌症去世 此后我写了一本关于我们的鬼屋的书 所有收益都捐给了 谢菲尔德的卡文迪是癌症护理中心 他们照顾我的妈妈 那么 你认为婴儿监视器 是否真的记录下了超自然事件 或者可能是某种科学现象未解之谜 我是阿良 咱们下期节目见